大王叫我来巡山 我把人情全遗传 哈喽 太阳们大家好 我是素素 今天是2020年的7月29号 也是我们来海南的第二天 那今天干什么去呢 还是来寻找当地的美食 而且曼姐今天带我们来一家饭店 那这家饭店呢 就有四大名菜之首 是海南的 那到底是什么呢 请我们曼姐带我们去看一下 哈喽 探友们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探友海口陈松曼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 海口市龙坤北龙阳路 夜朗新村198号 那我们今天要品尝了一道海南 名菜之首呢 这个饭店叫做岩浆饭店 而且这家店呢 也是获得了中华餐饮的 名店的这个称号 走 我们一起进去看一看 跟着我走 这是一楼 它的前台 我记得这家店 听您说了 是总店对不对 是总店 在海口开了29年了 来看一下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 今天我们要品尝了 四大名菜之首 就是文昌鸡 下面是它的一些分店的地址 它这家店是唯一海南做的中华老师号 非物质文化遗产称号的一家店 文昌鸡今天的主角就是你了 对 来我们看看 新加坡的颜总理 郭栋先生也曾经下踏过这个酒店 他也来这里吃过饭 对 我看这边有很多合影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呢 是当时广东省的时候 那个中华民主品牌发展议坛上面 也是合作流行的 那这个呢 这个是他们五代 长城下来的这个合影 接牌的时候 也就是一代接一代的一个接牌仪式 是吧 对 他们家族的 我看这里有个宋氏三姐妹 这是我们比较海南出名的宋氏家族 宋氏三姐妹 你知道吗 知道 宋庆宁 宋美宁 宋爱宁 对 还有个人子是吧 对 宋子伦 他的父亲就叫宋家树 是我们正宗的海南文昌人 宋家树制药如原来说的就是他 你看他这个还有很多这个牌点 彭丽岩 对 他来这家店来吃过吗 是 是 来过 同妈妈都来过 可以哦 走 鸡在哪里 三号 三号 这个 放下去 这个是什么 我以前吃温庄鸡的时候 一般都是白鸡 这个是要怎么做的 这个也是温庄鸡烤的 烤的 烤的 就像烤羊的 我用烤的 我明白了 就是个 鸳鸯鸡现在 对 快吃 等了很久 没有 等到下班而已 去怀疆 我们来留点话 你先来看 下酒我也来看 嗯 我就尝一下 它是海南门昌鸡 跟我们蘸姜白鸡有何不同 应该 估计口感都差不多 也差不多 我觉得就差不多 不一样吧 嗯 它有这个调料 像是酱 我们的蘸姜鸡它是 就是花枪油和蒜米 就这样子 蘸酱油 这个的它料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嗯 感觉就不一样了 肉很白斩 用那个脆 有盘鸡 还有皮脆 那个鸡绵绵的肯定是不好吃的 这个鸡呢 你看 肉口 对不对 那个皮 很脆 还想不晒牙 这个鸡啊 它好像是跟普通的鸡是不一样了 它好像要放在山上里 就是散养120天 对不对 对 而且呢 养完120天又回笼了你 又要养60天 对不对 对 是这样的 所以才有这样的肉质 龙鸡就是这样的 龙鸡就是这样养出来的 所以它的口感啊 肉质啊 都有点区别 那是不让的 让鸡锻炼一下 嗯 那好 装点 装点点肌肉 嗯 等一下又进东西减减肥 哈哈 那是增肥 增肥 哦 这是增肥啊 好咬 这个先你先试一下 好 咱们骨头硬 白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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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肥 又有肥又有瘦的 就是没有皮 一定要蘸酱 一定要蘸酱 没有皮哈 嗯 不过它看着有点食欲 就是要吃那个酱 哦 海虾酱 吃那个味道吧 对 我蘸太多了 你不告诉我 哈哈哈哈 这个不要给你了吗 那么咸 哈哈哈哈 我就是要蘸 吃那个肉 就需要蘸这个酱 蘸没问题 你也不告诉我 蘸少一点 我以为这个酱是什么 好好吃 这样我就 哈哈哈哈 不许三百六十多 蘸了 好咸啊 酱是好吃 太咸了 好 然后你对海南的四大明菜 你讲讲没 好像你也在海南待了好多年 看一下历史 你会忘 哈哈哈哈 你考试了 不是 我们想学习啊 海南四大明菜 文昌鸡 嗯 和乐县 加西鸭 冬天羊 因为我们在 都是地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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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文昌鸡就是文昌县鸡哦 现在的文昌市 和乐县 是这个城外的 万宁 万宁 和乐县 和乐县 这个加西鸭就是穷海的县 县城 对 加西鸩 那个镇就是加西鸭 当年的县就是加西鸭 东山羊 那就是这样的时候 万年是两道菜 对 万年是两道菜 万年一直是两道菜 这是万年的东山岭 嗯 万年东山岭的羊 山羊 只有当地的那边的羊 才叫东山羊 才是镇中的 才是真的东山羊 你看我们在大陆看到很多话 什么东山羊 那不是都已经是这样的 因为现在东山羊 包括在海南吃都已经很少吃到 嗯 根本的我们都吃不到了 都吃不到了 有假的 很有意思 可是外面抓荒料理 这样你就过个十天八天 对对对 哎呦 郭哥说 广州运来一只羊 第二天就是东山羊 哈哈哈 过来再往上 然后呢 文成鸡最具代表现 而且四大年前 文成鸡打几位 打几位 打几位 打几位吧 我我我我还想过 为什么你是 为什么 方向是鸡这个打几位呢 我在想啊 很有可能 是和这个 南洋 国际影响 对 这个国际影响就是 在以前 很多的南方人 像福建 广东 海南 这三个地方 很多人下南洋 对 就是现在的 马来西亚呀 新加坡呀 印尼呀 这些地方 到那里去陌生 然后把这种吃法 再到这边 包括现在你看 只要是我们到新加坡森林 都有 它必然有一道菜 海南鸡饭 它也不叫文昌鸡 它就叫海南鸡饭 海南鸡饭 那么他们那边打完海南鸡饭 就叫做 其实就是文昌鸡 它没有文昌鸡 哦 没有昌鸡 文昌鸡是 文昌鸡饭 它没有文昌鸡饭 它是做法 还是这个做法 叫就叫海南鸡饭 原来是这样的 那么海南鸡饭 其实说 也就是 明昌鸡饭 明昌海外 到处都是 在这种海南鸡饭 它就是 这造成就是文昌鸡饭 对 跟国际有关 有些很多地方 民生大 对 民生大 这是我的看法 所以他才这样为首 对 那么另外一个呢 可能和文昌的 在海南的地位 文昌的地方 海口的地方 在海南以前是个做生意的地方 海口是个生意人聚集的地方 嗯 而这个 真正的这个文化人 海南的文人 都出自文昌 包括现在 像这个海南的电视台啊 广播电视 就是在海南 虽然说海南本地的方言 有很多种 带口音的很多种 但是海南的 海南话的官话 是文昌 海南是个 过去 边陲的边陲一个岛 大陆边陲一个岛 按说是文化沙漠 在古代就是文化沙漠了 但是文昌的地方不一样 文昌出文人 我不记得 像是 历史上是出过 有过状元呢 还是出过什么 应该是静世 静世到汉华 到汉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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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么穷的地方 这么偏远的地方 能出这样的人物 说明这个地方 说明这个地方很不错 文昌画 海南官话 就是文昌本地的翻译 文昌画的翻译 还有呢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 就是文昌 还出了一户人家 这户人家是影响 中国近代史的一户人家 宋耀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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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宋耀华是谁呢 宋耀华是这个 说宋耀华 你可能不可能 知道的人少一些 但是说宋庆龄 宋美龄 肯定都知道 宋耀华 宋耀华就是他爸 宋耀华 就是文昌人 三个女儿 一个儿子 宋耀华 宋庆龄 宋美龄 宋子文 那我说这个 影响着中国近代史的 这三个人物 宋耀华是孔祥熙的老婆 对 宋子文 也是个大家 宋是大家 宋美龄是蒋介石的老婆 宋庆龄是孙中山的老婆 对 所以我说这家人 影响中国近代史 一点都不为过 可能和这些原因有关吧 就是说文昌在海南地位 文昌现在海南地位很高 对 那么可能和这个有关 所以说这个文昌基 也就自然的 是在四大名菜之首 哈哈 我真的需要吃 晚上不要吃了 我晚上不要吃了 我晚上不要吃 我今天就要吃了 我上次吃了 我上次的胸子 这里就全是吧 很久了 我们到这次吃了 中之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